闽南语大家都知道,但您有听过闽东语吗? 桃园市巴德区大城国小的母语选修课程当中呢 就有一门闽东语的课程受到学生欢迎 不只课堂上反应热烈哦 就连从走廊经过的同学呢,他们也会偷学两句 每周三早上,大城国小的教室会传来充满古音的闽东语朗诵声 这是教育部推动的母语课程 教学的老师用心设计教材,以趣味的形式上课 学生将闽东语说得朗朗上口 就连回家也会兴奋地与家人分享上课所学 从一年级就开始学到现在三年级 我很喜欢这个课 然后,我要把上课的课文背下来 麻油好,麻油好,麻油是葡萄,可塞好这本境好,女孩感谢独立不,看其他爱情信好 我学这个方圆学两年了,觉得很好玩,因为跟台语很像 因为我台语很好,所以我就学这个很简单 我学米东语已经一年多了 就是课程比较有趣的地方会跟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分享 阿公阿嬷就会说这个语言他们也有听过 阿爸爸妈妈就是在猜说这是什么语言 他们说很有趣 巴德是马祖人的第二个故乡,早年马祖人迁徙来台 因桃园巴德地区有较好的工作机会,因此呼朋引伴 最后再次落地生根 教育部在106学年度推动母语课程的选修 学生可以自行选修闽南课语,原住民语,甚至是新住民语 当时大成国小的教务主任刘玉莲 希望巴德的孩子也有机会学习家乡马祖的闽东语 因此向桃园市政府申请 将闽东语纳入母语选修 所以在107学年度,我们大成国小就首开全国先例 我们就开了可以选修,学生可以选修闽东语的这样子的一个本土语的语别 而且在当时我们学生选修大概有四五十位的学生 闽东语在111学年度已经正式成为国家语言 期望借由这个机会将闽东语推广给更多人知道 让下一代的孩子接续传承母语